你这个梁山的手下败将 挺着胆敢来攻打我二龙山 仨家今日便让你开开眼 就凭你们几个 忽炎卓为了一鼓作气拿下二龙山 在开战前便精心训练一字长蛇阵 而得知消息的无用 也在山寨里传授起破阵的计谋 自从白虎山的孔明被抓后 慕容之府便唆使忽炎卓剿灭桃花山 在实力面前 桃花山很快被荡平 礼中被活捉 山寨人马被遣散 周通指的前往二龙山去求助 宋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决定在半路营救李中兄弟 周通也来到了二龙山 得知李中被抓的鲁智深 决定要亲自出马自杀慕容之府城内 在出门之时 却被无用给拦了下来 鲁智深不解便询问缘由 无用则说现在过去无疑是送死 只能再从长记忆 而宋江也正在去搭救李中的路上 鲁智深说完就要前去帮忙 无用则说不必担心 宋江那边会见机行事 埋伏在半路的宋江等 决定声东击西救下李中就跑 只见花蓉射出五支剑就放倒一片人 忽炎卓拿着双边就挥了过去 好在花蓉伸手脚尖都躲了过去 没有恋战的他过了几招掉头就跑 见忽炎卓被花蓉吸引走 王英带领人马杀过去 成功救下李中后和官兵厮杀在一起 随后便准备撤离 王英见花蓉还没有归队想回去接应他 不料花蓉没见着 自己倒是被忽炎卓给捉了 接着王英就被忽炎卓手下给绑了 到了二龙山 鲁智深也深深被宋江折服 身后的兄弟都纷纷愿意听从宋江的派遣 在众人的推荐下 宋江无奈只能赞当总指挥 一起对抗慕容之父 另一边的水泊梁山 朝盖收到宋江的来信后 决定调取凌冲勤明等多元大将前往帮忙 忽炎卓为了一举拿下胜利 精心编排了一字长蛇阵 此阵一出 必将一举拿下二龙山 活捉宋江 忽炎卓说此战定能一鼓作气扫平匪扣 二龙山的无用 讲述起如何才能破此阵 随后安排将士分城多路进攻 宋江也嘱咐起大家 称朝盖派出的援军还要三日才能到 切记不可恋战 把他们打退即可 很快来到了大战之日 鲁智深和武松打头阵 带领士兵冲杀过去 众人按照军师的嘱咐 很快便攻破了长蛇阵 忽炎卓只得明经收兵 回到山寨的众人大胜而归 但是援军未到 再次来袭的话 恐怕兵少将寡难以应对 再次来袭的话